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4月28日 今天是星期五 星期五的晚上 我們繼續跟大家詳細揭露時事 我們這節想跟大家說說 就是內地的出口問題 也延伸到 香港的數字 我們發現了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只是一個數據 我們昨天也跟大家詳細揭露過 中國大陸的數據問題 中國大陸 出了名 就是數字不可靠 但是過去 有著大量的 洋五毛 洋團體 因為跟中國大陸在做生意 再加上中國大陸大搞這個金融 使得有大量的投資銀行 證算師 會計師 幾大會計師行 他們全部 紛紛 就是投向中國大陸的市場 一起 幫中國大陸 一起 造假 我們最近也跟大家分享過的怪現象 最近也有報導 那些報導更加不用說 報導基本上 全部 是中國大陸的文宣 更加 數據也不用引擎 坦白說 其實我要做一個數字 告訴你 大力反彈 其實一點也不困難 為甚麼這麼說呢 我只要 隨便拿著一個數字 就可以說了 舉例 就是用我們 自己節目來做 討論 已經可以了 我說他大升也行 我說他大跌也行 看你拿哪兩個數字 去做比較 有多麼困難呢 我就拿 我們4月份和3月份 如果我們從3月份 3月份 香港發生甚麼大事 香港發生 轟動全世界 的蔡天鋒案件 我的報導很簡單 你猜我報導 我們2月份到3月份 那個數字 你說我們寫 我們那個 view數大力反彈行不行 一定行 但是如果我報導的時候 我跟你說 3月份到4月份 這樣 就因為那個焦點回落 很明顯 view數也有回落 所以 要做大內宣 其實是不困難的 我只要集中 比較 2月份和3月份 我就跟你說 星期二得到 大幅反彈 刺激 這個 經濟增長 有無限的未來 你就可以這樣作文了 真的跟AI作文差不多 我們 調查發現 這些全部都是調查報導 發現這個中國大陸有大量的文宣 幫他在護航 其中一個 大大力護航的文宣 這個我們也懷疑了很久 Wall Street Journal 其實 他裏面有很多 不同的版塊 他們的經濟版塊 絕對 是近乎被中國大陸賣通了 在大概兩個星期之前 左右 有大量的 文章在 清一色 一起報導 中國大陸的出口大幅反彈 報導說 受到中俄貿易 還有東南亞貿易激增 的影響 令到中國的出口數字 到了3月份大幅反彈 又要問大家一個問題 3月份大幅反彈 那麼你的1月份 和2月份呢 還有4月份的情況又如何呢 你是不是每個月 都有所謂的大幅反彈呢 有時候 所謂看數據 你也要看清楚 到底我正在拿哪兩組數字去做比較 我們再跟大家 做一下詳細研究 你會發現其實中國大陸的出口 只是發生了大問題 而絕對不存在 所謂的利好消息 但是 經濟新聞 的報導方法 就是很容易 使你 從標題 去判斷到底現在是利好消息 還是壞消息 實際上 中國大陸 的出口根本毫無就是好消息 我們又舉個例子 看看這個 德國最新 對中國大陸 是有出口限制 雖然這個 限制是限制 德國自己本身 向中國大陸 是 出口這個半導體 表面上來說 是說 德國的出口數字 這次中國大陸是進口 但是 你再想一下詳細的效果會是怎樣 中國大陸 大量進口 半導體需要的關鍵 化學品的原因是甚麼 就是因為中國大陸 拿了進來之後 中國大陸其實是加工廠來的 他進口了 這些關鍵化學品 就是用於生產 而他用來生產 亦不是因為來稅 而是因為他的出口工業 所以 其實你再詳細看看 你就知道 其實 每一個 新聞 其實都是指出 告訴你中國大陸 的情況 是越來越惡劣 好了 所以我們經常發現有很多 並不協調的地方 如果真的正如這些親建制的媒體 或是被共產黨滲透之後 這些大外宣 這些文宣 說到中國大陸 好像有一個強力的反彈一樣 但是偏偏 這個叫做中國大陸的窗口 香港的數字 正好在3月份 陷入了相反的情況 這個 又是 揭露 香港的 政府統計處 又是一而再 再而三 將中國大陸 的問題 揭露了出來 大家應該還記得 香港統計 北上 的貨運數字 跟中國大陸 的統計數字 是完全不相同 其實單是看香港數字 你已經可以知道 中國大陸 的數字有多麼假 其實也不是今天的事 以往大家 隻眼開隻眼閉 香港 香港 那個回報率 的投資 遠遠低於中國大陸 很多的 原因是甚麼 是不是因為中國大陸 有超級經濟增長 當然不是 因為大陸造假 所以 香港 雖然我也不是說香港數字是100%正確 香港慢慢都會造假 但是 香港 比較 偏向 接近 真實的數字 跟中國大陸比較 現在是相對性 所以香港的數字 正好揭露了中國大陸的問題 根據政府統計署公佈 說今年3月份的出口貨額 是3672億 按年下跌了1.5% 相對於2月份 就是8.8% 跌幅收窄了 其實香港的數字 正在下跌 所以你把兩個新聞詳細 調整一下 你就知道所謂的反彈 如果你只是看標題 又再中招了 其實 中國大陸 是跌了到谷底 有百分比反彈 有多難 現在 又跟大家舉個例子 如果有隻股票 一天 被人沽爆了 好像那些世價股 叫做一天塌壯 一天跌了99% 第二天跟你說強力反彈 升了300% 一聽到 真正啊 那豈不是很執書 當初早知道不要沽了 你聽清楚這條數字 你原本100元 跌了到1元 你跌了99% 第二天 300% 你一個不小心 你以為賺了 錯了 從1元升到上3元 即是說 實際的數字 由原本100元 跌了到3元 你計清楚這條數字 你跌了97% 你看 第二天和第三天之間 你就變了暴升300% 所以我一看到那些 親中報紙 跟你說大力反彈 其實我已經想掩著嘴笑 怎麼反彈 你從哪個位置開始算起 我不是說笑 我說真的 他們真的就是跟你計算 由第二天到第三天的價格 跌了從1元開始算起 極度強力反彈 反彈了三倍 不買執書 當然 大陸的暴跌是沒有那麼厲害的 但是這個例子 就是正好告訴你 其實他跌了下來 數字是相當之驚人 其實你也不需要看數字 你看一下貨櫃碼頭的情況 因為中國大陸 天天跟你造假 有幾個地方是缺口 他的 貨櫃碼頭 我們也收到很多善報 他們是要特意聘請司機 天天在裝作開工 不可以讓人知道 貨櫃碼頭就是完全沒有貨運 好 這是第一個 很容易會揭破 他的數字 第二個數字 就是香港目前的數字 香港目前的數字 絕對跟中國大陸 是完全是矛盾 當然我也不覺得香港的數字100%可靠 但是 香港 造假的性能 造假的能力 未能及得上就是中國大陸 的十分之一 包括武漢肺炎感染數字 你看一下就知道了 香港 不敢 是99%造假 所以 香港武漢肺炎爆發的時候 感染數字 他們不敢跟你 好像用中國大陸那種形式 跟你說全省 現在很嚴重 有20宗感染個案 中國大陸 就是一直 夠膽死 跟你說 報低了 是足足一萬倍 甚至乎是三萬倍 事實上 有甚麼人覺得 為甚麼中國大陸 不敢在經濟數據上 造假呢 他連 跟人命有關的 都可以輕易夠膽跟你造假 為甚麼 經濟數據 不能造假 其實 引用中國大陸數據 去寫報告 寫文章的人 他們有責任去解釋這件事 我們當然知道 你要去討論他的時候 有些時候 你要拿那些數據去討論 但是我們最主要 就是要告訴大家 他的數據 在造假的情況之下 他也被迫 需要告訴你 正在萎縮 所以 其實 講大陸的 國情 你要研究他內邊的情況 其實跟蔡天鋒的案件也很相似 你一定要是拿到其他 客觀 的一個 證據出來 去推敲 到底發生甚麼事 再舉個例子 我們也可以從國內 實際的失業率 可以推敲到 他的經濟 是在大規模萎縮 不是經濟增長放緩 根本已經 是Hard Lending 你看 國內 求職的大學生 已經告訴你 如果經濟 真的欣欣向榮 出口大力反彈的話 怎麼會有 那麼多大學生跟你說 全部找不到工作 畢業等於失業呢 我們這一節 跟大家暫時分析到這裡 請大家所以要記得 要討論是不容易的 真的要詳細去分析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說到這裡 請大家繼續幫忙支持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座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 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 也有一些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收藏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就可以拿回按金 那麼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居住 也覺得挺方便 那麼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面 已經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呢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那麼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那麼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他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作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接下來會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我們現在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所以將成為 沒錯 片尾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謝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 拜拜